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Logo显然是国际名牌 自己刚才看中一件国际名牌衣服 因为价位太高没有买 没想到承诺居然买了两件 我凭什么不能来这里 倒是你 承诺 平时只逛地下商贸城和小摊的人 今天怎么舍得买名牌衣服了 该不会这钱是从哪里偷来的吧 善善 你不能这么说诺诺 她钱是她自己的 以前她省吃俭用舍不得买好的衣服 现在她的身份不一样了 也不用再省吃俭用了 这些衣服她能买得起 安小琪 你算个什么东西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 滚一边去 程珊珊怒视着安小琪 顺手还推了安小琪一把 程珊珊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你逛你自己的 我没有挨着你什么事 你干嘛来找我 承诺 你不就嫁了个有钱的老公吗 这样得瑟给谁看啊 我告诉你 有钱的男人在外都是花天酒地 你老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估计在外面的女人数不胜数 到时候那些小三小四找上门来 有你好对付的 因为程珊珊的声音 吸引了周围人的关注 程珊珊 算了 我们走吧 别拉我 这个女人就是个烂货 别看她一副清纯的样子 她的骨子里可全是骚气 程珊珊 请你说话注意点 我说话怎么了 我说的都是事实 承诺看了一眼周围的人群 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 你不觉得丢人 我还觉得丢人呢 小七 我们走 看见承诺要走 程珊珊激动的情绪 再也忍不住了 直接上去就是一顿撕打 承诺 你干嘛要逃啊 让大家看看你的真面目呀 看看你狐狸精的骚劲呀 程珊珊用力地 撕扯着承诺的头发 自己比她年龄大 她却先嫁人了 这足以证明 承诺就是个贱人 主动勾引男人 承诺感觉头上传来疼痛 顿时也顾不上 程珊珊是自己堂姐了 直接还机会去 周围的人看见两个女孩 撕打在一起 谁都不敢上去劝家 安小琪和程珊珊的几个姐妹 想上去劝 可是连靠近的机会都没有 二十分钟后 承诺和程珊珊已经坐在了商场附近的派出所里 是她先动手的 不是 是她 她就是个狐狸精 勾引男人 骗男人的钱来商场消费 程珊珊 注意你的言行 我为什么要注意 难道我说错了吗 行了行了 你们各自打电话 让你们的监护人过来 监护人 自己的监护人 难道要给贺子凯打电话吗 一想到贺子凯平时那张冰冷如山的脸 承诺心里立马否定了 可是最后想想 除过贺子凯 自己好像没有别人可以找了 看到程珊珊给程志明打电话 最终 承诺拿出手机 死锁了许久 才拨通了贺子凯的电话 嗯 子 子凯 那个 我 我在 派出所 电话那头的贺子凯正住了 他去逛商场了 怎么会逛到派出所去 他 他们让 我的监护人过来 除过你 我好像 没有合法的监护人了 哪个派出所 啊 西二路派出所 承诺还在等待贺子凯的回答 就听见电话挂断了 哈 原来你老公才是怕事的人 真是窝囊 承诺没有说话 洗礼七上八下的 让贺子凯那样尊贵的身份来派出所 显然是在侮辱他 可是他不来 自己出不了派出所 自己现在需要他这个合法的老公出面 他会来帮助自己吗 就在程珊珊还嘴角挂着笑意 继续嘲笑承诺时 一个身穿警服的人走了进来 所长 你们好 请问 你们谁是承诺女士 我是 你好你好 非常抱歉啊 让您受苦了 这件事情不是您的错 您现在可以走了 所长 明明就是他 程珊珊还想说什么 被身边的工作人员一把拉住 阻止了说话 工作人员从所长的行为举止里明白了 那个叫承诺的 肯定是不能招惹的人 我 真的 可以走了 可以了 承诺这才拿起自己的包包 离开了询问室 承诺 你 程珊珊看见承诺 就这么走了 心里很势不服 自己还要等老爸来接自己 承诺走出派出所 看见外面等候的安小琪 告诉安小琪没事了 两人才离开 承诺开车回到沥水湾畔别墅 已经下午六点多了 刚走进客厅里 就看见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的贺子凯 我回来了 怎么回事 我在商场碰见了我唐杰 发生了一点误会 所以 有没有受伤 之前 程珊珊当着自己的面 打了这个女人一巴掌 自己还没来得及算账 今天居然又张狂了 谁给她的胆子 没有 那个 你认识 派出所的所长 不认识 我朋友认识 贺子凯不打算告诉这个女人 自己是直接打电话 到西港市的公安厅长那里 让他吩咐下去 五分钟之内 必须让自己的女人离开 哦 吃过晚饭后 贺子凯坐在书房里 将原本晚上要处理的事情 通过视频对话和电话联系处理完 关上电脑的那刻 已经十点多了 起身 走出书房 向卧室走去 我今天很累 可以好好睡觉吗 承诺许久没有听到贺子凯的回答 阿凯 承诺亲密地叫了一声 不知道这声杂娇的称呼管不管用 我想睡觉了 既然是她的要求 那今晚就放过了 承诺以为自己逃过了一晚 心里有些欣喜 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中 只是在凌晨朦朦胧胧中 承诺还是被贺子凯吃干抹净 早晨 闹铃响起时 承诺疲惫不堪向浴室走去 心里将贺子凯骂了不下一百遍 洗漱完换好衣服下楼 承诺看见贺子凯已经坐在餐厅里吃早餐了 她白色的衬衫 黑色西装裤 整个人身上没有一点瑕疵 想起床上禽瘦不如的她 承诺真不想将餐厅里衣冠整洁的她 与几个小时之前的她 看成同一个人 各自去上班 承诺像平时一样 在公司里忙碌着工作 一整天下来 承诺工作上并没有什么不顺 也没有什么压力 只是老感觉腰疼 下午下班后 正打算去停车场开车回家 无意中看见一群大妈 在写字楼前的广场上跳舞 看着大妈们扭扭脖子扭扭腰 承诺一时间来了兴趣 脚步向那群大妈走去 兴冲冲地跳了一个小时 承诺才和大妈打了招呼 向停车场走去 还没走到车旁 包包里的手机就响了 喂 在哪儿 我 那个 还在公司附近 回来 哦 半个小时后 承诺回到家里 我今天是因 承诺正想向贺子凯解释 自己为什么晚回来的原因 可是还没有说出口 就听到贺子凯的手机响了 贺子凯也没有想到自己手机会在这时响起 掏出手机一看 屏幕上出现的两个字 让贺子凯的眉头紧促起来 就在贺子凯起身 准备走向阳台时 承诺邪射的目光 还是看到了屏幕上那两个字 影子 影子是谁 他朋友 贺子凯走到阳台 微微测了一下身 确定自己说话承诺听不到 才接通了电话 凯 听着他的声音 贺子凯一时间竟找不到安慰他的话 以前他的声音里只要有一点点忧虑 自己都会担心 可是现在 什么时候毕业 还有半年 半年内我要举办一个画展 然后交一份毕业画就可以回来了 等你回来 凯 我爱你 请不吝点赞订阅